我们通过比赛镜头来看一些张俊豪的优缺点 在防守段我觉得他的防戒球是不错的 比如这个球 他始终没有让比自己高一头的代号接到球 还有这个球 如果不是一个一次的移动养护犯规 他根本也接不到球 这个球暴露了自己很多缺点 比如控运能力差 对抗不足 左右手不均衡 哪怕你一个背转身都能把人过掉 这个球的失误 我认为就是经验上的差距了 没有选在最合适的时机去出球 比如在这个位置 就应该分给招穿舟了 却选择了跳起 对方中锋沉退 一定要具有持球投三分的能力 同样的一个球给半步的距离 有机会就投 而且照比上次机准了很多 前两个三分展示的是持球投乱的能力 而这个是接球投 对于小豪这种还算年轻的球员 我们要看中的是他的潜力 他每一阶段都在持续的进步 而且后卫的成长需要大量的求全 就看老杨的培养策略了